于成东亮剑 鸿蒙系统准备就绪 明年3月华为P40首发 不管华为如何否认 随着华为手机出货量的提升 华为的麒麟处理器已经成为高通最大的对手 高通联合其他安卓厂商对抗华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实对手机厂家和用户来说这是好事 只有竞争才能降低价格 如果小米也能选择麒麟处理器 高通肯定会提供更优贵的价格以及更周到的服务 华为可以获得其他厂家的支持 也能靠出售处理器获得更多的收益 当然华为的市场份额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在此之前 华为在谈及鸿蒙系统时抱的还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只说鸿蒙系统是为5G时代的物联网准备 不打算用在手机上 手机还是以安卓系统为主 前提是谷歌给用 鸿蒙系统就是为这一天准备的 于成东的表态是正式表明立场 也是为鸿蒙系统证明 明年3月发布的华为P40首发鸿蒙系统 你会买吗